他长一点那是老爷心善是吧 什么叫老爷心善啊 你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就是 你这个意思是说水电他妈的 就是为了长得跟日本一样 但是为了麻痹你们这样的人 所以说他慢慢占家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中国的老爷是心善的对不对 对呀是心善的 对吧那不是得了吗 那你他妈的 但是不是老爷呀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老爷 你谁是老爷呀 谁是老爷啊 谁是老爷 你呀你是不是说 你是老爷的狗啊 你们不是在聊那个水电费吗 那我觉得你 我跟国外我觉得是没有太大意义 但为啥 为啥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又没有生活在国外呀 那有什么意义 就是让你们就是告诉你们 没去过国外的人 中国的电费并不贵 是这个意思 你不得有个比较吗 你没有比较 你凭啥说贵呀 对不对 你那个贵和便宜的标准 怎么给我定 那你比方说 那宁夏 宁夏房租 凭感觉吗 那比如说宁夏的房租是300块钱 但上海的房租是3000块钱 那你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 那咋没有意义呢 就是我举个例子 我要是在宁夏挣5000 我要在上海挣6000 那宁夏的房租就便宜 那是呀 那所以说一个国家都区别是很大的 那跟国外有差好比的 但你要是去非洲 非洲房 就是你住房 不是不是 那不跟国外比的话 你咋知道中国好的呀 你天天就跟着逼逼赖赖的一顿抱怨了 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 但是你现在的东西 确实是很多东西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 我们也要讲一讲外国故事 但你比方你的故事主要讲给谁听的 你肯定是讲给那些不满的人听的 还是说讲给那些已经很满意的人听的 谁来我这不见 你就听呗 自由 那你如果说 你是哪类人 来你是哪类人 李珊处 我是普通人 我很普通人 不是 你不是说讲给那个不满的人听 还是很满足的人听 你是这两个里的哪类 还是你都不是 就是说你要说不满 那你要是从实际出发 我肯定是有点不满的 因为我作为普通人 其实我消费的东西很多都是涨价的 我可以这样说 就你比方说烟 就是说烟 你10块钱烟涨到13块了 现在 你20块钱的烟涨到21块 就我举个例子 它越便宜的烟涨得越多 这就很奇怪你知道 为啥奇怪 日本的烟也年年涨了 那你要说 你要说日本 那我也不生活日本啊 那我只是觉得 因为我 那你为什么对咱们说这么可可呢 那不是啊 我的感觉是 它为什么不长贵的烟 你有钱人 他们有钱你不长 长我这种 没有啊 要不你买 你买蓝狼没涨 蓝狼没涨是吧 你为啥 不是 是每一个便宜的烟都涨了吗 嗯 只是说呃 反正 嗯 你要这么说 我也不敢确定 我只是说我买的 比如说白砂白砂 那个烟这个 烟草这个东西哈 首先它不是民生用品 你这个我们不否认吧 对吧 那我也只是 其实你 你像其他东西 因为我又不是说做那种 普查或者调查的人 不是又又傻涨了 哎 不是是这样子 这么跟你说 烟草这个东西 它不属于民生用品 嗯 对吧 没错吧 然后呢 你刚才是说 越便宜的烟 它就是涨越越越越 涨越那个 涨价越多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体验 我也没有调查过 对 我只是说 我自己的生活体验 是这样子的 就是就是 就是你又长了一个 他妈天天抱怨的脑袋 不是 所以你提案吧 你也没有别的数据 对不对 就是 嗯 抱怨者永远正确 牛逼 因为我刚才 为什么我要讲 这两个问题呢 一 首先它烟草 它不属于民生用品 也就是说 它就属于一种什么呢 纯纯的消费品 那么它既然是消费品 它必然是要盈利 它要盈利利的情况下面 它一定是要保证 我每一种档次 不同档次的烟 它一定是要有个销售比例的 那你在烟 那个便宜的烟 占价的情况下面呢 它不但占价呢 它何止占价 它像我们这边 七皮啦 到了年底 它还限量呢 限购 还限购呢 为什么限购 你不要说 你在这个便利店里 买很难买到了 你就是这个烟草 内部的这个装卖 它那个栏栏一到 人家有关系的 就先拿走了 这怎么说呢 对不对 首先它不是民生用品 它是属于一种消费品 属于消费品的情况下面 它没一种档次 没一种等级的烟 它是有一定的 这个销售的业绩要求的 能不能理解 那你可以选择不满 不满的情况下 你可以借烟嘛 就是 你要讲说它这个占价 或者 你要是因为你 你喜欢抽那个牌子 对 涨价了 然后你不满了 那他妈 这个我也不能说啥 对 那你不满就不满 你有这个不满的权利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一点 它不是民生用品 而且烟草这个行业 它是肩负着我国的 一个税收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的 所以对于烟草的占价 我个人而言 它占再高 占再 就占到反正有人 还能消费得起 我都觉得不过分 理解不理解 我刚去日本的时候 一盒烟是300日元 等我离开日本的时候 已经涨到 他妈600日元了 烟草 买一盒烟 日本的烟是一个价的 你烟草当然就消费品了 烟草怎么不是消费品 对吧 那我在想 那比方说 那为什么 不一步到位 把那个水电费 之类所有的东西 长得跟国外一样 比如你们说我在日本 水电它是民生 水电是民生 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 长得跟日本一样 它为什么要长 为什么要长 我特意强调出来 当令出来说 烟草它这个 不属于民生 就是因为 我知道你要提水电了 我就告诉你 水电它是民生项目 它是民生行业 那这个水电费 因为我确实不太清楚 因为不用我付买 因为不是我主要 我就是没感觉 因为我烟草 我是要自己去买的 就是说 不是你为啥要涨 给水电费涨价 你为啥要涨 对啊 你为什么要说 他要一步到位 他为什么要一步到位 要啥大病了 人家很便宜 他妈你要涨 你是神经病吗 还是你爹你妈是尽情结婚 你产物啊 你让他说嘛 为什么要跟日本 你为什么会说 要涨到跟日本一样 什么叫一步到位 你这个说法 就感觉好像说到 我们最终 就是为了要涨得 跟日本一样的 那你妈涨一点 那是老爷心善是吧 一步到位 什么叫老爷心善啊 你这个意思 你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就是 你这个意思是说 水电他妈的 就是为了涨到跟日本一样 倒是为了麻痹 你们这样的人 所以说他慢慢涨价 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这样的人啊 就是你这样的人啊 你这样子他妈的 你这样子在那边 恶意揣摩 觉得好像我们的水电 想要搞得跟国外 私有话的人啊 否则哪来 所谓的一步到位 什么叫一步到位 什么叫一步到位 啊 到位这个到位的标准 你你你以日韩的 为标准吗 到位 这是你们说的啊 我们说什么了 我们是说了 你现在水电的 我们说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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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说了 我说啥了 我们说了 说啥了 你们说什么了 说啥了 日本的水电费 那是中国的六倍 就燃气费 刚才主要讲的是燃气费 对不对 是中国的六倍 所以对不对 是不是你们说的 是啊 那跟中国的天 那为 那为啥我们要涨 所以说涨 中国涨一点 那是老爷心善 外国六倍 那他妈的是一步到位 对不对 啥就啥意思 是不是这意思啊 不是啥意思 所以中国的老爷是心善的 对不对 对呀 嗯 是心善的 对吧 嗯 那不是得了吗 嗯 那你他妈的 但是不是老爷呀 你他妈的 那你他妈的老爷 你谁是老爷呀 对呀 你说谁是老爷 谁是老爷 你呀 你是不是说啊 你是不是老爷的狗啊 啊 怎么又长出老爷的狗来 那你他妈的社会底部 谁是老爷 问你话 谁是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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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他妈的老爷 谁是你他妈的老爷 嗯 谁是老爷 谁是老爷 给我说清楚 你说清楚谁是老爷 你个鲁马烂子 狗懒吗 臭你妈的 谁是老爷 问你话 谁是老爷 你比声音大是吗 谁是老爷 这话我回答 你直接回答呀 谁是你话的老爷 啊 跟我比声音大是吧 啊 啊 你再吼啊 你再吼啊 这你他妈的老爷 啊 你叫我闭嘴 这他妈谁在直播间 你叫我闭嘴 啊 说话会不会说人话 啊 讲话不讲人话 你他妈不讲人话 你爱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啊 我讲 能不能讲人话 能不能好讲话 可以可以啊 就是说 我刚才是不是 先说清楚谁他妈的老爷是谁 对我现在要说了吧 对不对 你说不要跟我玩 我去直接说 是不是中国的老爷 谁他妈是老爷 谁是老爷 中国有没有老爷对不对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就问你 问你谁是老爷 你就跟我说清楚谁是老爷 谁 别说 常理说了 我问 谁 是不是老爷现在 是你说的是 我说谁是老爷 谁 那么我问你 啊 谁啊 你说人家 你其实老爷 谁我都问你啊 你不是说你回答吗 你不是说你回答吗 老爷不是你说的吗 啊 你说的你不回答 老爷 那妈呀 刚才说中国的老爷 你说的吗 不是你说的吗 谁他妈先说 先说的 啊 你不是回答吗 你不是要回答吗 老爷是你讲的 好吧 是谁 老爷是谁 你不是你要回答吗 让你说你他妈不讲 让你说你他妈在那边 撞扣子 来 去跟我吵是吗 你他妈就算来吵架了 是吧 啊 所以老爷是谁 老爷是谁 是你说的老爷好吧 不是你提的老爷吗 是你提的老爷 是你提的老爷 谁说你他妈 你提的老爷 你问我 我 你提的老爷 你问我老爷是谁 你是他有病吗 你啊 老爷不清楚吧 你提的东西你来问我们 啊 你他妈的 你抛出一个问题来 你他妈的 你来问我们 所以老爷是谁 你他妈 你妈的长脸是狗 然后你现在是长脸说的 啊 是不是你识贵 你先骂人啊 他骂你什么了 他妈的不是你先骂人的吗 啊 我现在问你 老爷是谁啊 老爷是谁 不敢讲是吧 你上来他妈就敢 你敢上来他妈这么嚣张的营养关系冷藏热口 然后现在人家问你老爷是谁 你他妈不敢讲了 你是不是傻逼 老爷是你说的啊 你说的你不回答 啊 你他妈你敢 你敢说你他妈你不敢回答 你问个屁 你问个计啊 啊 你问 你不这样的话 你他妈在那边 在那边 我哈 那你们说是呀 你们说是 我们说是 你他妈上来骂人是狗是吧 啊 你他妈你 说中国老爷的不是你 不是你说的吗 是你讲的吧 我问有 你才是狗吧 你他妈的 自己讲的话自己不认了哈 三句话什么 上来说老 三句话 三句话不理老爷 三句话不理老爷 问你老爷是他妈谁 你又不讲他妈 下来帽子扣到别人话 说是别人说的 你他妈要点脸吧 你要不要脸啊你 这大男人他妈的 还阿龙一个树洞 我 哈 哎我又脸了 啊 你他妈你有脸吗 你都没脸了 我要跟你讲什么脸啊哈 你他妈脸皮耗得跟什么样的 上来 啊 自己讲过的话不认 然后在那边 鸡二八就 他说七七八八 扯七扯八 你敢讲你他妈 你敢讲你得敢认了哈 你没有吗 你他妈你上来 你上来这话说老爷 老爷发上去老爷是上人 不能理假的吗 啊 忍状了本意两个关系的不是你吗 啊 敢讲不敢认 你说他是个男人吗你哈 你他妈真的带打吗 啊 啊 你个太监吗你哈 讲话不敢认 讲的话不敢认 是吧 自己说的话不敢认 你个怂包 怂逼 骂你他妈妈 你一声怂的 这个都看 看不起给你面子的 知道吧 是谁啊 你说的老爷是谁啊 你说的老爷是谁啊 老爷不是你说的吗 老爷是谁 你刚才也说你回答了啊 我觉得 这种话就是属于一样 所以我就问你老爷是谁 你知道你一边在那边讲 拿教员的话搬出来说事 一边提老爷 你不知道反地反风建 是教员的一贯主张吗 你骂长脸是狗 我他妈就有老爷 你不对 你骂了没有 那你们骂了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在你骂狗这个字 我们在你骂狗这个字之前 我们是没有骂人的 至少没有骂你 我也没有 我记得我也没有 那我请问你你我请问你 说他是老爷的狗是谁说的 我就承认了 就我道德品质派 来吧 嗯 怎么了 嗯 怎么了 没有我以为你被抬了呢 嗯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是被抬了吧 来吧 就是你提老爷这个事 是怎么回事 啥叫 啥叫一步到位 啥叫什么老爷喜善 啥意思 嗯 别说 不是 我这是怕 我这是问题 就是说 那你觉得长到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就挺好啊 对啊 那他就是 就是到什么情况下才是 就是他的上限在哪里 就现在已经到上限是吧 以后就再也不能涨一分钱了 是这个意思吗 随着经济的发展 跟我们这个经济的收入 国民收入相一致就完了 现在的国民收入 一个一度垫五毛钱 你觉得贵吗 那么你觉得那国民收入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你说基本工资 嗯 你宁波的基本工资 或者是杭州的基本工资 你对比宁 宁夏和上海 它是从十年前到今天 是一模一样 就是最基本的基本工资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一分钱动过 就是说我是去过很多地方 所以你拿的是基本工资吗 还是咋的了 就是你不用管我拿多少金 那我就承认 那你管别人干嘛呀 你不管你的话 你管别人干嘛呀 那你管别人干嘛 你不是说 就是日本美国 怎么样怎么样吗 那你管别人干嘛 我没管别人呢 我是告诉 那你怎么没有管别人呢 是因为 你别吵 你别吵 是因为你来 问我来了 我才回答你的 对你国内问题回答不了 你回答国外问题 国外问题回答不了 你他还要跟我说 国内啥问题啊 国内啥问题啊 国内问题你回答不了 啥问题啊 个人问题 啥言话 啥问题啊 国内啥问题啊 国内啥问题 哎哎哎哎 说的所有话 不是国内啥问题 国内啥问题 你跟我说一下 你问我啥问题了 就是说 我说的所有话 必须我亲身经历过才行吗 我没经历过 就不能说是不是 是这意思吗 那么你说的话 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 那我也是啊 对啊 我也是 哎哎哎 你有事了啊 对不对 哎我要不是的话 你就不是是吧 那我他妈就一个人 我不可能什么都经历不完 对吧 我也不成仙 对不对 所以所以你就说 你的事不就得了吗 那我的事 我的事 你来不是 你来连线你要问啥 你一个都没问 然后就说我回答不了 你啥也没问 经历了这么长一圈子 我都忘了我要问啥 不是我本来是这样啊 对对我想想 我想我想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记得五年前 我们聊天都是 就大家比如聊 这是 我感觉没有这样的 就现在就是 你只要说往 往对吧 往那个教员那边靠一下 那就是往左 你比如说你往那个什么 民族上靠一下 那他妈就是极端右翼 有民族侵略 就是那个 有分裂主义的倾向 那你要是 总之就是 你来连 你连线就问这个呀 我只是想说 因为我看直播间里面 就是 你连线是不是问来了 就是单纯就想表达来了 还是咋的 对 我就是想表达这一点 我记得以前聊这些事 没有这样子 我就是我在这个直播间 我看的时候 你不是聊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想骂人还是怎么着 你们见谁都在 我骂 我骂傻了 我们直播间的 你来听这半天的 骂傻了 那不是 那你包括 你别说别人 我只说我个人对吧 我没说别人的 我直播间 我说啥别人了 你们光骂我骂了多久 我请问 我说啥了 对不对 我说啥了 你把怎么都关上了 我他妈希望 我能有那个实力 我能到处 来换人 换我 我脾气没他 我脾气 我脾气没他好 你给我讲话 给我态度好一点 我先这么跟你说 我态度很好呀 我觉得 把你这个音量 先给我放小了再说 不要跟假抗一样 那边吼吼吼 我就这么跟你说 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你 好吧 首先你的概括 是有问题的 并不是说提一下 教员就是往左 或者提一下民族问题 就是什么分裂 我们这个频道 你要是经常看的话 你会知道 我这个频道 是经常会念一些 教员的文章的 首先这一点 其次民族问题 我们这个直播间 各种民 就是说有少数民族的朋友 也有 并不是说 你不能聊民族问题 也不是说 你不能聊教员的文章之类的 而是你是抱着 什么样的态度来的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说 然后在这个直播间 刚才你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 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 如果说你是小时之前 就在的时候 你应该能知道 在这个直播间被我们骂的人 他们都带着一种什么 带着一种什么态度来的 就是上来就是说 我们甚至说公有志 之前在聊公有志的时候 有的人上来就质疑 质疑公有志 而质疑我们说要搞那个 什么的国家农场 上来就说 你国家搞的就怎么怎么样 聊了半天 聊到最后发现 他是在卸自己的私奋 那我想请问你 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 我们直播 我们作为直播的主播也好 我们评论区的那个网友也罢 谁他妈不是普通人 对不对 既然都是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你 我现在是在跟你 我现在是看你好像还能沟通 我在跟你解释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在跟你解释 你的概括 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表达 是有出路的 前面说了 刚才那些被我们骂的人 他们是干嘛呢 是借着话题 借着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 然后卸自己的私奋 理解吗 刚才有人上来 一上来就把我们放在了对立面 一上来就在那边骂 理解吗 骂我们何不吃肉迷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 都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的情况下面 进来就骂 这种人我们需要对他态度好吗 好 第二点 假民族的 有的人进来 之前也有 也有聊民族话题的人进来 为什么被我们骂 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话 他居然有的人能够说得出 有一些民族是没有用的民族 他直接对一些少少少少民 少民的朋友在那边进行人身攻击 这种人不应该骂吗 就是你 而且像你刚才进来 你为什么会被我们骂 是因为我们聊事情 就好好聊事情 就你在讲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在好好的跟你解释 我说了 为什么一下烟这个东西 暂假这样 我在跟你解释的情况下面 我以为你是来沟通交流的 我当然是来沟通交流的 你是来沟通交流的 结果你后面下一句 立马就来了一句说什么 什么老爷 老爷发善心之类的 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这是你讲的吧 对 我觉得这种话就是属于 所以我就问你老爷是谁 你知道你一边在那边讲 拿教员的话搬出来说事 一边提老爷 你不知道反地反封建 是教员的一贯主张吗 哪来的老爷 你不用你用你自己的话说 用你自己的人格说 有些人头上的辫子剪了 你心中的辫子剪了吗 那跟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什么关系 你上来就攻击我们 你骂常年是狗 我他妈就有老爷 你不对 你骂了没有 那你们骂了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在你骂狗这个字 我们在你骂狗这个字之前 我们是没有骂人的 至少没有骂你 我也没有 我记得我也没有 那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说他是老爷的狗 是谁说的 我就承认了 就我道德品质败坏 别的我不说 所以既然你是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 你既然都承认你是一个道德品败坏的人 你凭什么要求 我们用 我们要用有高道德的标准来对待你 那么如果我道德品败坏 那你们俩呢 你们俩也说 你自己承认你道德品败坏 我们道德的 我们道德比起来比你高 我们道德 我们是有道德的人 我们有道德 没有 我们有道德 别喊 你别喊 你再给我喊一个 你搞清楚这个直播间 他妈是谁的 你再给我喊 是你们的 我说对吧 我不想到这种问题 你到底在急什么 你刚才都又喊了 你这干啥呀 整理洗衣服 我讲话就这样 你讲话就这样 我就得惯着你是吗 你不用惯着我 对啊 所以我不用惯着你 所以我就骂你了 怎么了 就不惯着你了 那我就骂回去了 那你又急呀 那你急啥呀 所以你急什么呢 那你急什么呢 你要骂回来干嘛呢 现在是你在急呀 我没有急啊 我急哪啊 你都说了你就是这样的人啊 道德品败坏啊 那一个道德品败坏啊 道德品败坏的 骂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你给我领出一个 道德品败很好的人来啊 我俩 谁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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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会榜样 我俩 你就以我为榜样就行了 你天天骂人啊 别人骂你就你就骂回来 你道德很高尚 我骂谁吧 我们骂的是道德败坏的人啊 比如你这样自己承认的人啊 就是说我自己承认 那你们不承认呢 岂不是他 我们不承认 我们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我们就是有道德的人啊 道德品败坏 家伟军 我们就是有道德的人 你们记 道德品败坏 你还掰 你还掰扯啥 你自己承认的 你自己承认的东西 你跟我们掰扯什么呢 既然我承认 我知道我不虚伪 你承认了 你就被挨骂吗 你承认了 你就挨 认潮不就完了吗 我们又没承认 你坦平认潮啊 你哥那扯什么呢 对 哥们个逻辑 好 好 这一点 不是什么 这又整成疏羊泪了 你就完了 大哥 大哥你又整成疏羊泪了 就真的是没有 没有 你要能聊就好好聊 你要不能聊 你别提 我脾气 我脾气比他好 你们逻辑 你这不是滚刀吗 你自己承认的事 完了 完了你承认 你还要扣在我身上 是吧 那行 你们逻辑牛逼 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你承认的 你那嘴不是屁股 是不是 我承认 就是我 其实我就是想说 他骂我都不知道 我想说 你不到的话 你要不写个稿 还是咋的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说 那很明显 你比如我们是能够看到 我们现在 对不对 就是那种 这个词可能不适合我说 就是那种 在国际博弈上 那种 那种牛逼吧 对吧 就是你也能看到 国内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你很多人要去搞红色企业 你包括那些 像铁头阳山 这么多 你肯定也能看到 国内有很多问题 对不对 你不是说没生活管 你让我 你觉得 论点 论点是啥 说咋的玩咋了 就有问题玩咋了 就论点就是说 我觉得你们的输出方式 更像什么 就像治河水一样 你们是赌 那你要有方式 你要有方式 你就去自己做自媒体 不就完了 你对我指手坏脚干嘛呀 这点确实 我不是说对你指手坏脚 我只是 你觉得你的方式好 你牛逼 你大于治水了 你就做就完了吗 不是 我不是 我说你是不对 就是比如说 我认为你应该怎么做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真的不对的 这个我承认 我只是感觉到 就是这种 虽然说你这么说 其实我也开朗了 其实跟我确实 没有太大关系 我说实话 但你依旧能感觉到 现在这种 这种气氛的这种 这种割裂 你是能感觉到的 就是说 你换三年前 疫情之前 或者说具体点 你是感觉到 疫情 你多大呀 疫情之前 更他妈隔练 我再给你倒退 倒退到2013年 更他妈隔练 那个时候 他妈的说句爱国 都他妈会被群嘲的 那应该不至于吧 我觉得你 你怎么怎么说 你怎么 你今天多大了 你13年 13年那时候 你多大 我 我是 呃 90年 我是94年 94年 13年 13年是 13年是19啊 呃 差不多吧 对 那你19 19的时候 不上网了 你不知道 那个时候 什么 什么风气吗 舆论上 什么样的吗 你老板说 以前 你说19年 18年 17年 那我说13年 那时候 那那有 太小了 记忆了 08年的时候 舆论啥样 你知道吗 还隔练 就跟我隔练扯证了 兄弟 不过你这么说 也 也 而且就隔练了 又怎么样 现在这么 现在因为每一个人 都能发生了 上网的人多了 那想法不一样 不是很正常吗 你自己站 你自己的立场 不就得了吗 你管别人 隔不隔练 干嘛呀 也是 其实你说的很对 但是有一点 比方我这回想上来 其实是有一点 我觉得是有 就隔练的话 就是你跟我本身 这个观点 就是隔练的 那就是你们相当于 就是 就是你说隔练的话 你也在贡献一份力量 我也在贡献一份力量 其实也对啊 其实如果说你们 所以老板说 这个隔练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有自己想法 说一说怎么了 就是我说 假如说你们 不在你们直播间 可能你们会被划归到 这种粉红的 就是粉红 对吧 就是我在外面 做up主做五年了 那么那么那频道名 就叫东京自干五 自干五不就是 你们嘴里的小粉红吗 就是我们就是 反正我是不爱评论 这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 就像你说的 因为我觉得发表一些 都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 你感觉到现代人 就很喜欢扣帽子 就是这个事 我就难以想象 就你这粉红 这个帽子哪来的 粉红不就是个帽子吗 对啊 就是 这个五毛 五毛不就是个帽子吗 那就行 不能我们给他们扣帽子吗 其实你说也对 就是 其实我现在上来 我是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 你知道现在不是 有些人搞那种 那不是 不是说现在能搞 就是他想搞那种 红色的企业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也会开直播间 对不对 就是说号召这样的人 大家一起就做一个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 好像以前是没有 可能是我古老板吧 我记得以前是没有听说过 但现在我 我我就是看到有 有两拨人 但不知道有没有更多 那就是有一定受众吗 就是 咋了 主要是我没听懂 论点是啥呀 玩咋了 他搞啊 有受众完了呢 嗯 你想表达啥 就这个现象 其实你说完之后 我我其实意思我也明白 就是跟我其实没有关系 我也 不是不是说跟你没有关系 就是你说完了 那这一堆现象 我不知道你要说啥 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啥 对不对 就是我说的就是我要说的 对 我要说的我已经说了 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就知道这么多 对不对 我能说的也就这么多 认知没那么高 就这么多 对不对 你三十了吗 今天九四年 是吗 对 我九四年 你是什么学历 干啥工作的 现在 自己做电商 自己做电商的 做咋样 做的也就那样吧 还好吧 碰过半句 就感觉你那个怨气挺大的 我现在感觉 就说 我就是 是因为现在做的 没有疫情之前做的好了 还是咋的呢 就是说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就是你赚钱的时候 是你自己牛逼 然后你赚钱没以前多了 就是咱们的社会对不起你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就发现 你说话有个特点 你喜欢上来先给我扣一个 不是我是在问你 我是在问你 你说两个不是就完了吗 或者是 那就不是嘛 那就不是就说 不然我们请你抽包烟吧 你就不用力气 不要力气那么重 对吧 就是这只是我说话的方式 我说话就这样 改一改改一改 容易吵架知道吗 我平息就这样 对吧 就是你跟我大小生 我也大小生 我就这样 对吧 但是我心里是 我跟你大小生 你就跟我大小生 是谁先大小生 其实跟你们也没关系 你知道 可能当时我突然提示 这弹幕里真的 你人才太多了 我真的是有点 就是 不是 就是你到现在都没把你自己观点表达 表达得很清楚 你还赖人弹幕 其实有一点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比方说在这里 对吧 我有一个说话机会 我就说了 对不对 我不是我要表达什么观点 我也不是什么评论家 我也不是什么 对不对 我爱说什么 不是 但是你说话 说话至少得有条理 给你说话 给你这么多的画面 让你有说话机会 是让你说话的 那你得说出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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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了 对呀 要不你跟这说啥呢 咱俩跟着什么的村头两个老太太跟着玩聊天的 你把别人直播间当成发泄工具了是吧 那你有个说话机会的话 你就说个过瘾 也不管别人听不听的懂是这个意思吗 练练吧 练练练口才吧 好吧 如果说同 就别硬刚 对 18分钟了 大哥 到现在我没有听明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刚才好不容易从你的话里面听出那么一丝丝 好像有想沟通的那个欲望的那种感觉 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听听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不然这样子你捋一捋好不好 你写个稿子你明天再来点线 好不好 18分钟了 大哥 行 你继续聊吗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